1993年的10月,美国国会投票决定终止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的项目,尽管当时已经投入了约20亿美元用预期设计和建设,而且87公里的隧道已经完成了将近三分之一,但国会反对者坚持要求取消SSC项目。 为了确保SSC不会死灰复燃,短视的政客们要求用钻井废料和地下水彻底将已经完工的隧道堵死。 自此,美国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的领导地位基本宣告结束。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我是摩西。 SSC项目在美国的失败,并未阻挡高能物理研究在全球范围内进步的脚步。 欧洲核子中心SUN接过了高能物理领导的地位,使得在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的加速器Kepertran关闭之后, 大型枪子对撞机LHC成为世界新的高能物理研究中心。 30年后的今天,全球高能物理学界希望建造下一代,能量可以达到15TB以上的质子,质子对撞机。 欧洲核子中心SUN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ITP都在进行准备这样的研究计划。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超级设备来说,其昂贵的造价,使得全世界只能有一台这样的加速器,因此国际合作和各国政府的政治动向变得更为重要。 这是我们从SSC的失败和LHC的成功中学到的一个教训。 在SSC的建造过程中,美国物理学家们野心勃勃,试图掌握整个项目的领导权,并期望其他国家进行跟随。 这里面自有一股子大哥向前冲,小弟请跟上的味道。 而LHC项目之初就是强调国际合作,因为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可以独立完成这样一个项目的建造。 因此,项目由来自欧洲各国的物理学家共同领导,同时也吸引了来自加拿大、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的科学家参与共同研究。 与SSC一步到位的高大上策略不同,算采用。 两步走的建造策略,即先建造能量较低的大型的正负电子对撞机,LAB,其对撞能量大约在200G一粒。 之后再建设能量更高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这样的策略看似缓慢。 但好处就是物理学家们可以先在电子对撞机纳上进行物理研究,而与此同时赢得更多研发时间, 制造LHC所必须的更强大且复杂的超导磁铁。 这种磁铁式二合一的设计,最早是由美国Burkehaven国家实验室提出的, 但是SSC项目却没有采纳,认为这种设计不成熟,技术上过于冒险。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LHC会使用LAB的隧道,而不用另外新建隧道, 这就节约了大笔经费,同时也提高了隧道投资的使用效率。 事后来看,如果SSC当时的策略也是采取两步走的方案, 那么会大大降低当时的建造经费,也许就不会夭折了。 说了半天,这些超级对撞机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高能物理又是在研究什么呢? 高能物理试图回答有关宇宙本质的最基本问题, 如宇宙是有什么构成的? 了解构成物质的最小单元基本粒子及其相互建的作用。 标准模型在理论上给出了基本粒子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框架, 而实验上就需要用对撞机来发现这些被理论所预言的基本粒子。 对撞机可以使两束高能粒子相互碰撞。 根据爱因斯坦的智能守恒原理,一等于MC的平方, 它们的能量可以转化为质量,从而生成新的粒子。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模拟了大爆炸之后宇宙早期的高能环境, 帮助科学家们理解宇宙的起源和演化。 甚至有人曾经说过, 宇宙大爆炸一秒钟之后的事情我们已经清楚, 而不清楚的是宇宙大爆炸一秒钟以内的事情。 因此,对撞机的能量越高,就越能接近宇宙大爆炸的那一时刻。 对撞机的能量是采用电子伏特来衡量的, GV就是10的九次方电子伏特, 而TV适时的十二次方电子伏特,也就是GV的一千倍。 而在当时,最重要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找到希格斯粒子, 这个曾被人誉为上帝粒子的粒子。 希格斯粒子和希格斯机制在标准模型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一个理论框架解释了基本粒子为什么具有质量。 多年来,它一直是标准模型中的一个关键预测, 它确认了标准模型中的最后一个缺失部分, 为物理学家们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解宇宙的途径。 在实验上,希格斯粒子只能通过超高能量的对撞机进行寻找。 在SSC开始设计的20世纪80年代, 很少有理论物理学家认为希格斯粒子的质量只有125gV, 大多数人认为它必须在1teV出现。 因此,迫切需要以10-20teV的能量碰撞之子数, 以确保发现这个粒子。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在Fermalab的Tavitran发现了质量为175gV的顶夸克之后, 理论家们才开始意识到, 这样一个轻质的希格斯粒子确实是可能的, 而且可能性还很大。 根据宋前director Chris Llewellyn Smith的说法, 他曾在1994年至1998年领导该实验室, 他们甚至认为其质量可能接近100gV, 并可能在Lab上被发现。 因此今天看来, SSC的隧道在1993年后被封闭, 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 如果今天在那里建造一个希格斯工厂要相对简单得多, 只需要完成隧道, 安装常温磁铁, 并建造一堆大型粒子探测器就可以了。 至少这位高能物理学界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经济的选择来建造这样一个装置, 而且这个途径不会受到太大的地缘政治和资金挑战。 LHC和SSC的故事恰如一所欲言里的, 归兔赛跑的现实翻版, 在这场比赛中乌龟又赢了。 如果美国的粒子物理学家采取了更为保守, 成本效益更高的方法来达到TV能量尺度, 而不是试图通过在德克萨斯州的乡下猛砸数十亿美元, 取得超越他们的欧洲同行, 来确立美国在该领域的绝对领导地位, 那么高能物理的历史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订个月, 点个赞吧! 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